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了眼睛 吃了眼睛 啥时候吃也好 快速休息 如果你在吃修的路上 吃人家会吃了眼睛 有很多魔镜 有很多魔镜是什么 如果你戒律很经验 所以佛的大臣 你看人家经里面佛说 五十英魔 五十英魔的时候 没有人问问题 他的弟子没问是佛自己说的 因为其他的都是别人问他说的 但这个五十英魔是佛自己讲 为什么人家弟子很少遇到 为什么人家戒律经验 人家的沙道也已经禁了 就是离清去戒律经验的人 不会遇到魔镜 很少 我们在家人才回 就是在家人没有戒律不够 就是心情上的戒律不清醒 所以由于用天魔镜 就是带着欲望带着喜气则修 这样呢 我们有两个地方是最容易入幻境的 因为人道比我们高的那俩 一个是天人的境界 一个是天魔的境界 天魔比我们高 所以我们很容易被诱惑 还有天人就是很容易采取我脉 很容易有成就感 很容易显示自我夹着 哇我好厉害啊 你看我是佛 然后不平等 我修了三十年 你修你出学离我远点 肯定不如我嘛 他平等心生不起来 还有慈悲心生不起来天魔的 平等心没有慈悲心肯定没有 然后我慢很重啊 就是怕我慢 然后就是 然后我就很厉害 然后众生 众生绝对 我是最厉害等等 但天人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特清净 你看我没有扎捏吧 你看我清净了嘛 你看我肯定了吧 好杂乱啊 好脏啊 这个世界是够啊 这个世界是够静啊 我好圣洁啊 我好完美啊 这是天人境界嘛 他真是觉得自己很清净啊 别人稍微靠近他 他就全身汗毛都砸起了 就是觉得他真的觉得清净了 那是跟他的心相应的 他进入了天人的境界 就是他觉得他圣洁觉得 我们的众生都是够病 脏乱差 这个世界是五拙恶事 然后呢 哎呀我 射结罪我独行 这都是 就是我们从人道起修 进入两个境界 这两个境界 我们人并没有 一旦开始修 就很容易就进入 欲望重的天魔道 欲望 难得很容易就天魔道是什么 难得不是他这个 自我成就感高 他就是 就是那种 要成就 难得他有力量嘛 他就觉得 哎呀我要成佛做主啊 普度众生啊 我要怎么样 他那种自我成就感中 就是 大我嘛 就由于圣天魔道 女的情职中 他就想依赖啊 依恋啊 恋啊 恋 自我完善 就跑到天人道 就求圣洁 求完美 求可 就觉得自己很白 别人很黑的那种 这两个境界都是比人力高的 我们是 即使我们界别出来 我们都喜欢 嗯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人境界 也知道在天魔道 但是我们还是喜欢这两个境界 因为他比人力已经好了嘛 就有残悦了 你已经很喜悦了 就算我慢读 我慢得很开心 所以这两个境界就被困住了嘛 因为他比人力的等级高 所以很容易困在这 如果地狱到我们肯定跑出来了 因为你不可能被地狱到弥足 你拼力地挣扎要出地狱爬出来 因为那些境界困不住你 你不喜欢 那喜欢你就这里 所以佛指责说的就是天邪 就是神仙的那个境界 说的比较懂 一个是天人的境界 一个是天魔的境界 就这两个境界不要留 千万不要 赶紧穿越而过 你成就无上 否则就被困在三界了 所以这就是雷彦经后面讲的 天也是大天 天邪 怎么说那个发音 天邪 天邪 邪是怎么发音 天邪 天邪 天邪的境界 还有天魔的境界 天邪 天邪 就是很忧郁的 一般 那为了破这两个境界 那个时候吃了厌重 最有力了 因为你那个时候 你心里边有欲望嘛 你不知不觉就困在里边 如果再有外力干扰 就是有调有力的就是 就是外魔干扰 你就出不来了 你本来自己有一面欲望 就偷偷地喜欢了一下 本来也想喜欢一下就走的 完了 你就那一下人家把你扣住了 就是入了牢笼 人家把你锁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就拼命吃冷眼咒 吃那个冷眼咒你就由于解脱出来 因为 因为他们的天魔道的 它那个力量它靠不住冷眼咒 你就能破它的像 因为冷眼咒是从佛顶楼发出来的 因为这一块它是什么 它破一切像 这个冷眼咒 它破所有的道 它不止破天魔道 它破菩萨道 甚至十地菩萨八地菩萨吃的咒语 它都会毁灭 阿罗汉吃的咒语它都破败 它都会摧毁 因为它破尽一切像 你只要在路上的 还没有圆满果位的人 持咒都会破尽 因为它已经是最高层就破的东西 所以没有东西它破不了 它破所有幻境 它冷眼就破所有 所以因为你路上在天魔 天魔道是幻境 所以你持冷眼咒 它就破幻境 它能摧毁它那个风电 所以你就出来了 所以持冷眼咒是可以的 如果持修 尤其走到这一块 但是我们还没走到这一块 大家就是还在人道化用 先持上吧 先持上吧 万一呢 一不小心遛到天魔道具 大家都成熟了 大家都成熟了 都不想出来 迷恋 迷恋 迷恋爱 我也觉得这么迷恋爱 所以它的力量挺大 所以它的力量挺大 那老师 那持咒的话 因为这个 那个发音有要求吗 没有 因为发音不可能有要求的 因为大家肯定标准不了 怎么可能呢 所以说心 理解说心嘛 有一个佛是能听懂你在说啥 佛 甚至你鸟鸟鸟鸟发佛 都知道你在持冷眼咒 你借佛的力量在破 知道吗 而且你冷眼咒 它是从空性而出嘛 它破一切幻境嘛 佛在最高 而且它是佛失陷了顶龙的成就嘛 这个是正等无上正等正觉的人 才能失陷出来的 它里面有它的功德 就是你持冷眼咒 众生就知道 哇 你是佛弟子 知道吧 不看身面看佛面 离远点吧 佛在那里面 佛在你那视线了 而且是化身佛 坐在你头顶持咒呢 虽然你持的一只半截牙 咳咳啪啪啪 就像那小幼儿在那儿 有的打他 他说我妈是水 虽然说不清楚 咬牙不清 但是外道知道 其他的魔道说是 哇 哦 他说他妈是水 离得远点 就那样 你为什么外交比我们都厉害了 你真的不厉害了 老师说你连老虎也打不开 外道呢 这不重生 你连这野猪也打不开 外道怎么不厉害了 我们人力多脆弱呢 我们就会有点阴谋诡计 你出去跟那只鹅打一招 是不是 我们朋友吃鹅很厉害的 别说是外道 我们就是脆弱嘛 我们没有那种力量 你的在地球上 你的体力不够 身高不够 你哪有力量 心力不够 你哪什么打的 什么厉害嘛 外道又有神通 天来天末都有五神通 什么叫鬼计多端 你耍鬼计都耍不过鬼 人是没啥力的 一休息就被逮住了 不休息也被逮住了 不休息也被逮住了 不休息也被逮住如果露出